哈喽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法定法的顾问市警司 这里是Rail Canada有料加拿大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下 加拿大和咱们中国的生活大对比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节目 我主要是分享加拿大的移民 留学定居生活风土人情这方面的内容 如果你要是喜欢我的节目 那么也请记得关注点赞转发 也欢迎大家通过私信来和我做交流 这样在未来你就不会错过我的分享了 每个人的出生地都是无法选择的 但是未来你想在哪里生活 却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现在全世界都是一个自由村 来去自由的便利程度 比几十年前要好上很多 加拿大就是一个欢迎移民的国家 加拿大的自然环境好 生活水准高 而且多次入选全球的一居国家的首位 那么仅仅是这些条件呢 就吸引着非常多的咱们中国华人移民到加拿大 那么在早期的移民当中呢 很多人是在中国生活了很久之后 才来到加拿大的 虽然这里的华人群体也并不少 但是相比起整个大环境 加拿大始终是属于国外 不管是在生活方式上 还是在思想文化上 都和咱们国内有着非常大的差异 那么下面呢 施景森就借这期的节目呢 给大家说一下 关于国内生活和加拿大生活的一些区别 仅够大家参考 第一个呢 我想给大家做个对比的呢 是环境方面的对比 毫无疑问呢 咱们中国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 也是数不胜数的 比如说咱们有历史悠久的长城 如画一般的韭菜沟 有苍山有尔海有千岛湖 不过呢很多旅游的风景区啊 也存在着这种过度的商业化开发的问题 服务景点的这种服务是千篇一律 那么对于有很多在城市中居住生活的 这个居民来说 居住环境呢 其实往往也会出现问题 比如说污染严重 雾霾的问题常有出现 环境污染的问题啊 在咱们中国大部分的城市中啊 是非常突出的 那么在加拿大因为它的人口少 土地大 蓝天白云随处可见 也有众多美丽的国家公园 地质公园 也都极力的在各方面展现出 加拿大的完美的自然风光 自然界和咱们人类和谐共处的 这种生活场面 那么相比起啊 加拿大的生活环境 尤其是城市的生活环境啊 咱们国内这方面的确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第二呢是收入方面的对比 理想啊总是比现实要美好的 咱们不能只是说就是追逐了理想 放弃了别的东西 也必须要在吃饱饭的前提下 才能有力气去追逐梦想 追逐理想 那么来到加拿大以后呢 怎样生存 无疑是每一个新移民都要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 而且在居民收入这方面啊 国内相比去加拿大呢 其实相对更有潜力一些 很多时候啊 加拿大是适合生活的 而国内可能更适合去工作去创业 去寻找新的机会的啊 那过去十几年呢 咱们中国快速发展 创造了大量的职业岗位和财富 那么对于很多发展较好的行业或者公司啊 招聘人才方面是完全不会吝啬的 高薪和高福利也非常常见 但是啊有个问题 大多数中小企业特点就是一个工作量大 经常加班 996成为常态 福报论也此起彼伏 工作压力大是普遍存在的 那么在加拿大呢 人均收入啊 收入啊要高很多的 目前是5倍啊 甚至以上 加拿大目前的人均收入啊 是在5万美金 而咱们中国呢 是不到1万美金的 那而且相比起国内呢 在加拿大的工作啊更为规范化 更为制度化 也更为生活化一点 你想在加拿大一夜暴富 机会比较少 但是在这里生活的人 更加看重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 每年的假期有多少 有多少时间可以和家人在一起啊 这是他们的之间的一些区别 第三呢就是医疗上的对比 那咱们这里说医疗对比啊 我给大家突出强调两个方向 一个是呢医疗技术水平方面的对比 第二个是医疗服务方面的对比 对比起这个医疗水平啊 无用质疑 加拿大的医学技术和研究水平 世界是相当于医疗水准的 在医学领域啊 加拿大一共有5位 诺贝尔的身体学或者是医学奖的获得者 你可以看得出来 加拿大的医学技术和研究水平 的确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但是医疗的技术水平和医疗的服务水平 绝对是两码石啊 加拿大的医疗服务水平啊 虽然整体来说非常不错 但也常常被人所吐槽诟病 总结下来呢有4条原因啊 我石井斯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不是危重病人所占用的 急诊资源相当的大 第二呢加拿大的人口少 病人也少 医生的诊断经验不足 第三呢诊断时间比较长 有的时候会导致病情拖延 第四在晚间周末或者假期 你想去看病求医 有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难度 那这些槽点呢 加拿大是完全躲不过去的 不过从整体人均寿命来看呢 加拿大平均寿命要比咱们中国 要长上近7年的时间 现在加拿大的平均寿命将近82岁 而咱们中国呢是75岁多一点 总体来看啊 因为加拿大的医疗总体是免费的 它的服务质量虽然有不少槽点 但是在总体上来看 还比我们中国目前要强不少 第四点呢就是福利对比 加拿大的福利好啊是全世界所闻名的 而且加拿大也会被称为万税之国 税是交税的税啊 那么自然它会有非常完善的福利制度 不论是从新生啊还是到老人 政府所提供的福利啊 几乎包括了加拿大人的一生 儿童的时候有牛奶福利金 有助学金 有员工福利 有工人津贴 有失业保险 有低收入福利 那么你老年人的退休金啊 也比比皆是的给所有的人 提供无微不至的支持和光环 生孩子生多了 不但不会有什么触法 政府还会帮你养啊 在生孩子方面 政府是非常积极和鼓励的 你生多了孩子 政府还会给你更多的牛奶精 让你好好可以好好的支撑他们的成长 十岁十八岁之前呢 上学你也是不花钱的啊 上公立学校啊 一分钱你都不用掏 而且可以说呢 这些无微不至的点细微之处都可以让你到一种感动的地步 但是在咱们国内呢 目前由于我们国家的人口实在太重多了 福利资源自然顾忌不到每个人 首先举个例子 户籍制度就限制住了很多人 现在在北京上海的户口更是千金难求 有的时候甚至比移民加拿大获得枫叶卡 还有难办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给大家做的加拿大和中国的生活大对比 说一千到一万 生活是你自己的 感受也是你个人的 什么样的生活是你喜欢的 单单凭我刚才说的几条 肯定不能够准确的回答 以上仅供你做参考 具体的生活是什么样 还是需要你自己去品尝的 节目的最后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叫家园百科 家园百科呢 是只关注加拿大的网络百科全书 不论你是想了解加拿大的文化 求职教育房产信息 还想获得加拿大的移民留学签证的权威资讯 你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我是施景森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